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他没有了意义,本场比赛如果说看点的话,那就是佩雷拉是否还会给胡尔克机会。上一场由于率先开赛的横冰水手4比1战胜了全北现代。这样上海上岗跟悉尼FC的比赛还没有踢就已经确定出现了,全北现代被淘汰出局。上海上岗躺赢之后,面对悉尼FC的比赛变成了一场溃败。 球队的表现在赛后引起了一系列的批评,尤其是球队的中后卫复欢一次放弃防守的行为,在赛后更是让不少的球迷和媒体感到无法理解。 在赛前的新闻发布会上,佩雷拉表示球队在上一场的比赛中,有两名球员都遭受了非常严重的伤病。密集的赛程之下,本场比赛会安排一个以老代新的阵容。 毕竟这场比赛只是一次走过场,还是避免伤病和让主力球员休整为主。 本场比赛上海上岗会安排更多的年轻球员和球队替补来,适应亚冠赛场的节奏。 全北现代方面,上一轮如果能够赢下横滨水手就保留出现的希望。 那样以来最后一轮只要拼赢上海上岗,出现和出局的结果就截然相反。 然而在1比4输给横滨水手之后,送两个对手提前出现。 让这最后一轮跟上海上岗的比赛就完全失去了意义。 本场比赛如果说看点的话,恐怕就是佩雷拉是否会给胡尔克机会。 双方之间的矛盾已经公之于众。 虽然在上一场比赛之前,有媒体消息表示胡尔克和佩雷拉之间的关系已经缓解。 但是随后赛后的新闻发布会上,佩雷拉对这件事情的回应仍旧非常的强硬。 再加上胡尔克在场上,对于目前的上海上岗,几乎没有太多的贡献。 如今又跟佩雷拉闹翻,合同仅剩不到一个月的巴西人,恐怕很难再有机会,出现在上海上岗的阵容当中了。 两队交手5次,上海上岗,2胜2平一负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